俗話說台上一分鐘,台下十年功 在我眼裡,台上位的笑料疊一跤 台下可是練到哀哀叫 你好,我是賀瓏,我是一名綜藝摔教練 是的,我除了講喜劇之外還有其他工作 你可能想問我,喜劇不是賺很多嗎? 最好是啦,喂! 綜藝摔你我絕對看過 但沒有幾個人知道綜藝摔教練這麼行業 每一次成功的綜藝摔 背後都需要幾千次的辛苦練習 如果摔得正確、安全、有效果 就只有我,綜藝摔教練,才懂得 來,綜藝摔訓練 您 喂 大聲一點,沒吃飯,來,三 喂 來,大聲 來,四 如果並別一個好的綜藝摔 內行人看的第一眼,就是拍子 最綜藝的節奏,往往都在0.001秒之內 來,笑話訓練 賀瓏為什麼不懂拒絕 因為盜規念是 濃厚 喂 你在幹嘛 太慢了啦 聽笑點就倒啊 對不起,教練 說得真是一個 一旦掌握拍子之後 下一步我會給學員力道而訓練 喂 喂 才是啊 喂 大力一點啊 沒吃飯是不是 大力打 是的教練 吐槽一打,臉去接,才綜藝 來 面對鏡頭,才好笑,懂不懂 是的教練 身為教練 我是極度認真看待搞笑這門藝術 搞笑 絕對不能開玩笑 為了檢視學員們綜藝摔的學習進度 我的道館每一季會定期舉辦術科考核 你不要受醜啦 看 欸 主持人 主持人 欸 叫我 主持人 主持人 不是 不是我弄的 你幹嘛 閉嘴 你剛剛 差好笑 上 我的目標是有一天 綜藝摔能進入奧運項目 讓世人認可肢體搞笑 也是一種專業 好教練啊 我是賀龍 我是一名單口喜劇演員 同時也是一名綜藝摔教練 欸 1 2 1 1 2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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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